玩具TV第十六季第七集 看到現在比較貧能 其實最初我忘記了不是在九龍灣玩 所以變成我沒有特別 即是預先裝好才說拿出來 所以變成現在我是一路先介紹一路先 或者我們先看看盒子 是否看盒子 這個一定要看 因為我覺得今年文展的盒子 比起以往的來說都很棒 因為以往經常都是一個探望的Logo 一個很大的Logo 然後整張黑的 然後加上年份 即是好像後面那一張 就算了 個別都會有一些特別的圖 今年這個文展的設計 我想很多人都覺得很喜歡 一張大相片 旁邊就是一些武器 或者是拉打就腰帶 或者是一些變身器 或者是一些武器的圖 平面的3D線稿 出來的效果簡潔得來 又很有設計 這個顏色就比較單調 黑黑白白的 例如你買Sharling Copper 是黃色的 例如你買Tamashi 是紅色的 即是你會在不同的盒子 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嘩 今年這個盒子 真的很有設計 本身除了這個外盒之外 都可以說說內盒 這個就是一個風套 雲展好流行的 就是你有這個雲展的表面衣償之餘 都不會影響它本身 也是Metal Build的系列 就是一個比較經典的Metal Build的盒面 那些燙金的都很普遍 就放在這個動作 不過我自己覺得盒面這張圖的動作 就不夠上一個再版的Destiny 漂亮的 那就是一個大盒 因為之前版本的Destiny 就是光液是分開的 即是再版都好 光液就是一盒Destiny 另外拆一個光液 就是一個側入的套盒 這個就是一整個大盒 所以比較少見的Metal Build 這個就是這麼大的盒 盒底就有一些照片 盒底就這樣 我們看看其他 觀眾叫你們一邊玩一邊吹水 不要Ded Air 這麼悶 好 沒問題 本身 粗口都可以的 我可以按一下PB 也是好的 本身這隻東西 要按PB Sorry 我是真的按不到的 德哥 我覺得你最好放在台中心 你對 有點危險 按到的就好像是一百七零 是 按不到的 咦 很貴 今天是不是環仔價是三千元 我看其實其他地方好像三千一百幾 我都看三千一 三千到三千二左右 是 這些就是富豪才能夠擁有 你看 德哥 所以不關我事 我重新 我在這一個節目 特別名謝我老闆土豪K 因為基於我按不到的關係 我就會直接上去我老闆土豪K 貨倉 直接拿走 當作出糧 變成 可以在這裏 和大家介紹 有色 我看起來灰色也是膠色 一點都不膠 放心 我覺得OK 它那個磨砂感 就比較像大家自己去噴模型的那種質感 是啊 外觀很漂亮 我覺得 正如之前所說 就是Bandai 克服了某些東西 在他做一些 燒光的東西上面 即是 怎樣把這麼多燒光的產品 完全地去投產 出這麼多的貨 他應該克服了一些東西 不過也可能他克服的只是 大家去投訴他的QC有問題 他這個克服了很多內心 他就是克服了他的內心 其實覺得 其實都不影響飽玩 所以就繼續出這些 但是我會覺得是這樣的 其實在有 就是他出這樣的成品之前 很多人去砌模型的時候 都會去跟他噴霜的 而燒光是帶出另一份 即是全部的 本來還未 即是本來還未 即是華麗一點 燒光帶出 帶來了一種另外的影響 所以各有各好 那 都是相入的 即是都要擁有 Bandai蛇有一樣東西 很厲害 是出了一個版本 而我出另一個版本 你不知道我會改色的了 馬戲 放在一起 你是不是兩隻都留 沒有 所以你是受不了他 沒有辦法 你也是付錢 非了真 專用的極智 甚至可以說是最強的高達 命運 上次大家五元 只是得你中的 不是 我很多同事都中 厲害 我覺得是真的 真的 這是技術來的 那 究竟 其實本身這件事 為何有這麼多人搶呢 除了本身 我不知道是否有些 炒賣的因素 可能這個是最大的 可能是少 可能是少 我覺得現在 大家正在炒賣的 是入雲抽選限定的方 一定是少 但入雲之後 是有再受注的 雖然是後貨 到其時 價格有機會會下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不想吃炒的師兄 又不急玩的 可能是少 我覺得現在 大家正在炒賣的 是入雲抽選限定的方 一定是少 但入雲之後 是有再受注的 雖然是後貨 到其時 價格有機會會下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不想吃炒的師兄 又不急玩的 可以等下 完全同意 因為以往 這幾年雲展的高達 都不是很硬正的 所以 真是很想要 而不介意遲 我覺得可以等的 同意 本身其實 我沒有記錯 都是二千元以下 也都沒有 坦白說 本身這一個 Destiny的質素是高的 其實當年推出 那時候 無論是原色 或者是海獅專用 我兩件都有 QC 是好的 是 之前兩件 都是好的 這一件也不例外 所以 其實玩得比較嚴尖 我托賴 我這一隻 其實都不是太找到 一些很嚴重的問題 當然 零碎地 有些花 或者有些 是有的 但是絕對不嚴重 我也是絕對收貨的 比起Wing 或者過一期 差很遠 這個漂亮很多 我又拆 上次聽你說 本身 白色的Tint 都一般 是嗎 我那隻是一般 是 或者可能是 我的窗目可遮 或者 剛好一般的位置 是一些很顯眼的位置 所以 我內心是有些不好受的 不過 其實我都收貨的 整體 現在 Walker 應該正在拍攝Destiny的Close-up 反而 我就想 真的要介紹這件事 我覺得是要拆開它 會容易說 那 或者我先拔它下來 我經常都覺得 Destiny 其實初版的Metal Build 差不多十年 或者 可能過了十年的產品 但其實你到今天去看這款產品的設計 其實你一點都不會覺得是過時 或者是 它比起現在的新的產品更深 我覺得過時的是台座 台座 我覺得是少少削的 不過 它都有不同的玩法給你玩 本身 它可以調整 不過 有相當重 我覺得這個 我是有少少擔心的 我不覺得它是 很粗 所以 還是要小心一點 另外 就可以 調整 調整 可以拉長 拉長 也有很多格數 你可以選擇 對 就自己 把它插進去 比較穩定 這個轉型 其實它本身是一個筒 你把它插進去 然後它轉變 那 這支柱是往往都很令人擔心的 另外 它也有一個 就是 這裡 可以調角度的架 比如說 可能大家家裡 櫃比較迫結 你就可以抬高一點 然後插高一點 下面就放一塊 下面就放一塊 它又站在上面 不過我想說 你的Display櫃 可以這樣放 其實這個 都應該挺充裕的 這裡可以放 之後出 Metal Robot 雲的Impuls 這裡也放Destiny 其實是很棒的 好 那真的又說回Destiny了 或者我都想拆回 一些工具 逐件逐件說 其實這個Destiny 它叫做Soul Red 我完全感覺不到 什麼是Red 如果真的要說Red 我相信是跟它的光之翼有關 其實我本身以為 因為Soul Brew 它是在灰上戴了一籃 這個事實 我以為Soul Red 可能是在灰上戴了紅 這樣就會有另一個味道 但出來又沒有 難道因為它多了一些紅色的marking 它多了很多紅色的新marking 都跳一跳 既然說開這個Soul Red 我不差再 Walker可以拍一拍 今次的重點就是光之翼 本身裝光之翼 其實我都裝過一次了 留意的地方是本身我建議 是裝了側近這一邊的透明支架 在這個光之翼先進去 接著 再上光之翼 比較簡單 而本身兩片大的光之翼 和小的光之翼 中間亦都有一些筍位去拍 當你拍完之後 其實都挺實正的 很多人問 新版的光液到底有什麼不同 你會看到 我上網看的 我還未放在一起 對比 你會看到新版的光液 是淺深淺的 但舊版好像是深淺深的 對 那個間式是不同的 另外 之前有人說 那塊膠片裡面 之前的版本是一個專利技術 現在不是 但我會覺得它的專利技術 也不是很漂亮 因為它之前那塊只是一塊膠片 但上面有印了一些紋 是粉紅色的 所以就比這個更實 那這個就是一個透明紅的膠片 但是上面就加了鋁石 那兩個風格 我都會覺得新的光液 是比較漂亮的 好 介紹完光液 玩Metal Build 最重要的當然是玩工具 手把 其實每次看到Destiny這支炮 我都不覺得它高出力 到Strike那支炮 哈哈哈哈 因為它的觀感很柔 很柔 是 不過它都可以盡量變粗 你多劣多它兩下 它頭就會 然後它會 嘩 嘩 嘩 刺激的畫面 又來了 對了 最期待的畫面就出現了 這是不是解體 解體 哈哈哈哈 真的飛出來 可惡 它可能是有些位置摔不死 我 我猜 粗暴 我猜 其實這次用了瓦綠色 軍事味比較重 其實我是買的 我都挺喜歡它這個瓦綠色 不過 它Strike那支炮 是金綠色 那個顏色都漂亮 比Destiny本身的那支炮色 拉開之後 確實又粗了 是 你得非常正確 哦 它是連動的 尾打開的部分 還有中段的部分 所以是挺好玩的 真是挺厲害的 你想想 這個是幾一年前的設計 雖然今天都拿出來買 哈哈哈哈 但是你買下去的時候 玩上手也是好像新的一樣 真是棒 那巴劍也是用了一個比較 灰彈一點的 就是暗色一點的 因為以往的洞瓦 也挺卡通色 是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 今次這個都要付錢買呢 因為它那個 啞色的處理是很正的 但是個別有些朋友就說 這個配色就是 之前推出的 某個 國內什麼牌子的配色 這個 Bandai抄人 那 我覺得看了實物之後 又不是的 我會覺得Bandai的用心 是 是 OK的 用色是比較漂亮的 有些位置很細心 這個很明顯 其實跟Bandai的技術力有關的 當然 這個沒有辦法 有些東西真的不是 大家 我是明差 你又吹人 又如何 然後它在這版本的Destiny 有點像Soul Blue的Strap Freedom Soul Blue的Strap Freedom 就加了一些金色的marking 那這隻Destiny就加了一些銀色的marking 是的 整件事都很漂亮 而且它有很多紅色marking 都是全身 我想Soul Red的意思就是 紅色marking 是的 挺有趣的就是 它那個 鮮的結構變動 變成 一吞進去 咦? 好緊 是 對不起 因為原本這個位置 它已經頂住了一個刀鋒 它這裡一吞 這裡就會縮進去 所以很過癮 還有瓷劍呢 就可以 拔出來 手持就可以了 即是這麼細心 其實然後 收到這個Destiny之後 很快 希望正義出來 對 你放心 無限正義出來 我是挺期待 無限正義 我是挺期待 無限正義的 其實真的 那這裡可以看到了 終於有些其他東西出 不用在這個 X-ray的無限地獄裡面 就去輪迴了 那你還有 是呀 能天使啊 那些都 是啊 終於都開始出了 很開心看到 今年Metal Bill 願意去做多多嘗試 或者2013年其實已經 做成多模式了 那根本都希望可以看到更多新的東西 嗯 5-S 一定是類似的 那我剛才看到這個 可謂的武器掛斜 有量可以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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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移動到地 即是上下左右移動 變成對於這隻翼的妨礙 就會盡量減低 好了 至於光之翼的可動呢 它這裏是做了一個金屬骨架 金屬鼻 變成就移動 那時候也不用太擔心 那既然是這樣 我都提過 那根不相差 即是拆出來 給大家看 會容易解釋些 但我聽到很多人的 都很便宜 可以放在這裡 好 那 看到了 上翼 下翼 腹翼三隻 下翼 本身這一個也是可動的 那就可以見到本身收納狀態 和這個展開狀態的分別 而上翼也都見到裏面一些 內扣的 也都用了 深紅 鮮紅 黑 和這個銀 去做點絕 所以變成整件事 是非常之靚的 那當然 Marking 其實剛才都見到 Faith 和Destiny 好 非常好 那 彭彭聲 我不差再趕快說 命運 整個外形是非常之靚的 那 肩膀的 Faibill 亦都可以拔出來 插上去 而且也有這麼長的光劍 可以插上去 對 那至於可動 頭 也有一個向前動的關節 裝甲可以向上動 將它一滑到這麼大 可以讓你的移動 是完全沒有阻礙的 他當年出這個肩甲 是挺滑時代的 是 以往都沒有這樣打開 到現在都 都參考著用這個方法 都是很正的一個想法 是的 那 唯一 不是那麼好的 就是本身這個關節位 如果你手咬上去 那這裡就好像 無故多一塊東西 種了出來 那另外 命運來說 挺有趣的 就是這裡 前臂會多了一個可以扭動的關節 那當然 其實 閃光掌 或者手中槍 其實正名是 手中槍 它本身這個 教位的可動也很強 所以 變了用這個 Shining Finger 也可以擺一個很漂亮的姿勢 有發現他這次的手型 是用了金屬銀色的 這個又挺有趣的 因為以往是實色的 甚至乎 聖光掌都沒有噴色 這次是藍色的 最後呢 好 腰 動到這麼多 腳本身其實 前甲分開了兩折 跟其他一般的前甲 有些出入 所以變了是 形狀是漂亮很多的 那 當然 一般的可動都齊了 也都有前膝的連動 包著後面的腳甲 腳甲也可以獨立上下動 腳掌 細緻 marking也很漂亮 所以基於沒有電的關係 我暫時介紹這個Destine 就到這裡了 好了 有緣再補充 沒錯 其實有很多東西 帶了沒有機會爆 但怎樣也好 希望大家都喜歡 十一點半 拜拜 拜拜 我們到來 我們到來 借庭 我們到來 囉 我們到來